嗨,大家好 欢迎回来到我们的电讯报 这期我们的主题是要讲愤怒 大家应该很熟悉这句话说 火烧功德灵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主要是说我们愤怒的时候 就是好像那个火 然后呢 我们这个这把火呢 就把我们所有种下的好种子全部会烧光 这个到底从种子体系我们怎样解释 我们来试着看到底是什么关系 种子体系主要是说 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种子 就是说我们看到外面的一切的东西 是肯定我们有种下过那个种子 让那个种子迫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外面的世界 然后呢 当我们有愤怒 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让我们不开心的时候 当我们感觉生气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证明我们对种子体系是根本是不了解 对种子的运作我们根本是不了解 然后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们的种子 我们的好种子呢 好种子的力量是来自于哪里 我们的好种子的力量是来自于我们对种子体系的了解 它的力量是来自于我们了解 一切是来自于我们的种子的概念 所以有这个正确的世界观呢 我们才可以给我们好种子力量 可是当我们忘记了这个概念 当我们看到有些事情 我们而且又忘记觉得事情 特别是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是来自于它 而且会让我们生气的时候 当我们忘记了这个种子的真正的 种子真正的概念 我们其实是给坏种子的力量 所以呢 当这些坏种子开始有力量的话 我们其实同时也把好种子的力量拿掉 所以这些好种子呢 因为没有那些力量 就是好比说好种子就被削弱掉 被烧完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说 我们不要有愤怒 我们不要生气 因为当我们生气 我们的好种子根本会失去它的力量 也就是说把那些它的好种子都是烧完 所以我们要很了解的 怎样来控制我们的愤怒 怎样不会有愤怒 怎样不会生气 才可以把我们的好种子保持好 而且也让我们的好种子比较有力量 不要给坏种子有力量 好谢谢 希望这一点简单的解释 会让大家更了解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 怎样来控制我们的愤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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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